好 再来看新闻市永和有名妇人 最近接到一通电话 那么电话中另一头说呢 你儿子因为替人做宝欠下了30万 现在呢落到了我们的手上 如果不还钱的话 就对他不利把他的手给打断 这个听到这里呢 很多观众都应该理解 这又是一个诈骗集团的老梗 但是老太太信以为真 她吓坏了 立刻去领钱交赎款 而对方呢在拿到钱之后 还要求她直直走 叫她不准回头 家里电话响起 话筒那头传来的是 儿子急促的呼救声 另一名嫌犯声称 孩子头已经被打伤 要拿钱出来才能赎人 你儿子在那边帮人家背书30万 但是那个人现在找不到 那已经给他一个礼拜时间了 怎么都没有消息 你儿子在那边还大小声 是不是该打 讨价还价 把赎金从30万砍到15万 被害人电话不敢挂 按照指示急忙前往领航领钱 被害人从对面银行领了现金之后 按照歹徒的指示 进入到巷子里头 但是歹徒还会尽量避开监视器 要求被害人进入到 狭小的防火箱当中 来放置书款 就是妈妈放钱 然后她就是跟在后面 躲在旁边 然后她就这样直走 然后她就赶快去拿了 然后就进去拿了 然后就这样走了 从女儿拍下的照片 可以看见这名取款车手的样貌 这名男子顶着平头 身高175公分 年纪大约30岁 用免持耳机持续通话 要被害人离开时不准回头 骑车离开 还得要按喇叭两声示意 等到歹徒电话切断赶紧求证 才发现原来 这全是一场骗局 这样常见的诈骗手法 歹徒假冒儿子遭到殴打 随机打电话给被害人 等到对方相信 再套出个资 将电话阵线利用通话遥控家属行动 要挟不准报警 等到车手取款完后 再搭大众运输工具逃逸 光是在新北市永和 近期就有两起授骗案件 虽然说这种手法已经是老梗 但真的碰上难免紧张 失去理智 边缘人站出来呼吁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人 授骗上当 记者李嘉明 陈嘉明 新北市侧房报道